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台灣那邊疫情最近都是比較嚴重的,所以在今日澳門政府又修改了台灣入境澳門的隔離時間,而另外現在是要48小時做一次核酸,政府方面都跟核酸站那邊談了減價,我們就一齊看下篇新聞講些什麼啦, 應變協調中心就表示,考慮到台灣地區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感染風險高同時亦有多地報道,多次核酸檢測陰性後才有確診這個情況,所以為進一步降低在台灣地區回澳門的人士離開醫學觀察酒店時對家庭或社區構成的公共衛生風險,應變協調中心就將台灣地區來澳門人士的醫學觀察期日14日延長至25日, 在台灣地區部分確診病例就已在4月底受感染,考慮到通過了核酸檢測都未可以發現染患染病者時,所以在5月17日起,在台灣地區回澳門人士,在醫學觀察期間將會增加一次血清檢測,預料在第8至第14日進行,就確定整體感染。 而另外,考慮到曾經感染新冠肺炎的台灣地區或海外回澳門人士是過往感染者,有復陽風險,所以在5月18日起延長抗體檢測陽性人士的醫學觀察時間。 由原來的醫學觀察時間21日延長到28日,如果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尼泊爾及巴西等回澳門,原來的醫學觀察期就是28日,就會延長多7日到35日。 而另外,在6月11日起,北安碼頭的核酸檢測站及眾藝館的核酸檢測站將會下調核酸檢測收費到每次澳門幣80元。 其實現在的病毒變種越來越厲害,我相信政府延長隔離的市場應該是其中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因為隔離期間每隔幾天就要做一次核酸,以及要做血清測試, 相對來說,時間越長測的次數就會越多次,就會越是準確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現在的醫療資源不足,但延長隔離可能又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暑假,會是學生放假回來的高峰期,如果是延長隔離的話,到時就真是不知用來隔離的酒店夠不夠用。 以及由於現在都要48小時做一次核酸,如果是要出大陸的話,所以政府都是下調兩個他們可以談得到減價的核酸站, 希望可以幫到要往返大陸及澳門住的市民,可以減到他們的部分生活成本,現在就減到80元一次。 你們對今次政府延長隔離和核酸減價這兩樣東西又有些甚麼看法呢? 在下面留言問我知,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裡先啦,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 。